邱佩玲的反應 他一直幫柯文哲講話 他說用哭窮來形容柯市長 不是事實 他不是會哭窮的人 他是柯先生的朋友 希望柯先生好好為國家做事 所以說希望幫忙他努力做一些事情 希望白色可以成為很好的力量 希望藍白可以合作 都是來自於真心 那你知道為什麼邱佩玲 要這樣一直去幫柯文哲講話嗎 因為現在能夠幫邱佩玲 定罪的就柯文哲 邱佩玲那些之所以 沒事可以去當副市長的原因 是在於是說 他就講說沒有勞 我只是牽線 讓柯文哲去認識一些企業界的朋友一樣 牽線這件事情本身不犯法 可是如果柯文哲他認罪 然後說那些錢的事情 邱佩玲都有參與 是邱佩玲幫我打點這個 邱佩玲就變成洗錢 政治貪污的共犯 所以邱佩玲現在對柯文哲很客氣 希望柯文哲不要精神崩潰 之後一死網破 然後把他一起脫下水 所以現在邱佩玲超級怕柯文哲 反問的時候完全不敢提到這件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藍白河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就是像是有一些投資詐騙 包准獲利還幹嘛 老師但你表股一定讓你回本 有些人就被騙了 而且還有安裝先繳一百萬 我不是說館長 館長假設他不吃情 就有一些人說我就現在投資 很像詐騙主講一貫的手法 但是這件事情在法律上面 那些企業家也不能怎麼樣 第一如果你私下給 沒有這個登錄在政治現金 你敢講都不敢講 講了你就會不會去問然後去罰錢 好假設你有在登錄在政治現金 好了那他當初會怎麼跟你講 一定不會跟你說保證藍白河 不合退款 沒有不可能這樣 不可能啦 他一定跟你講說給大家滿意的結局 我們會盡全力溝通跟合作 努力到最後一刻 就跟你講一些聽起來 沒有啦那種給錢就是那種 你懂我懂一個眼神就懂那種 這次我跟侯友宜 這個一定沒問題 一定沒問題都是各選各的 對啊不會說明啦 所以這種暗示 當然很多人就被騙了嘛 被騙之後事後你要討錢 你也沒辦法討啊 你知道怎麼樣上法院去告他嗎 也做不到 所以就有傳出說 邱貝林簽完線之後 因為藍白河破局 簽線那些企業家 後來就跟柯文哲給翻臉 然後搞到邱貝林夾在中間 也很難做人啊 這個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也要邱貝林要進一步回應 因為它來自於這個資深媒體的 他獨家的內幕 小玉姐的爆料 明玉姐還有一個內幕 那也希望邱貝林的解釋 去釐清一下這個真相 所以最後我要講一下說 柯文哲他其實有很多話術 就只有我們去學習 我也幫他模擬了很多情景 你說這個他的什麼話術 例如說他跟綠的 他可以說我為了建國 你要捐我錢 為了建國基金 因為我要建國南路要看房子 更難應該說我要和平基金 南韓要和平 在和平的這個東路西路 都可以去看房子 對不對 他心裡面就藏著一些話 他偷偷摸摸的去裝潢 被我踢爆 然後裝潢就被罰錢了 那現在搞懂了 那這個裝潢就是跟很多同事都要 說我辦公室要搬 沒有裝潢很久 其實我們所思好像就快單筆 都是跟這個 不是這個酒店小檢查用這一招 跟每個金主說 韓哥送我一個LV包 然後我詹哥送我LV包 爸爸生病 應該指定要同一款的 結果他每個人送了之後 我都拿去賣二手店 然後中間 所以我只需要有一個包就好 其他送的包我全部都賣掉 柯文哲也是 就可以把照片給他看 你看這個我們裝潢的圖 這是你贊助的 三百 就是可以趕快幫我們贊助一下 然後就在進行中 正在裝潢 後來那些企業家聚在一起 就說柯文哲那個辦公室 台幣什麼都是我贊助的 結果就說不對啊 這是我贊助的 然後就有第三個人說 不是吧 是我吧 對 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大蕭 都被各位只能騙了 他跟著這個名義跟很多人要錢 以上就是一個模擬情景 但他確實是用這個手法 跟很多人募款 已經引起企業家的這個公分了 好 大家好 伯昌功法的奧義呢 就是全身而退 取而代之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我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 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抖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間十二點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